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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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動太感動了 在這裡的每一位 一直以為 簡單的成婚的心願 沒有他們的位置 他們來到這裡 不為別的事情 只為擁抱對方 只為自己的愛情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為了慶祝同婚法案上路 25日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 舉辦2019凱道同婚宴 在同志集體證婚典禮上 有20堆同志新人走進會場 並在王小弟導演的見證祝福下 完成結婚儀式 我今天早上就忽然被這個事情 嚇醒了 你知道 我想說 我怎麼會證婚呢 很恐怖耶 而且你知道想到以前的證婚人 有沒有 說的話 我一句都不能說 沒什麼好採用的 比如說 他們一定會說 某某家的公子 多麼的優秀 某某家的千金 我從小看他長大 但我也不願意說這個話 因為通常都是你們跟我說 導演我看你的作品長大的 然後呢 他們一定會說 早生貴子 那個兒孫滿堂 對不對 這個我如果跟男同志說了 多為男人啊 是不是 然後呢他們還會說 太太永遠不會錯 錯都是先生的錯 如果太太錯了一定是你錯 我也不能跟女同志說 這樣責任很混亂 但是想到這裡 我才終於知道 為什麼今天我會來 今天會來 因為 在這裡的每一位 一直以為 簡單的成婚的心願 沒有他們的位置 他們來到這裡 不為別的事情 只為擁抱對方 只為自己的愛情 雖然千山萬水 這麼多難關在前面 他們勇敢的走到這裡來 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世界你們每一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 你完成了成就自己的使命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今天來我覺得 真的是不是我的見證而已 而是我們真的今天站在這裡 後面有總統府 前面有這個首都的都市 還有整個社會 我們的國家 我們一起 藉著今天喜氣 藉著我們能夠成功結婚 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好 好嗎 好 最後我要講一下 對於不能理解我們的人 我們要知道他們的人生 也有很多難處 OK 我們也要反而伸出手 幫助他們 幫助這個社會更好 因為理解我們 並不是他們的責任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活出自己的美麗 好嗎 好 謝謝 好 其實王小弟導演 和已故伴侶黃利明 互相服侍二三十年 他感嘆沒能和黃利明走到這一步 但看到現在的同志伴侶 終於能夠受到法律保障 也十分祝福